大家好,我是Tang! 今天就到Modal Bus的配信99! 之前呢,在X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有玩過這款遊戲了 但是呢,這款99從這個大概兩個多月前剛輸 欸?現在是兩個多月前吧? 我不知道這支影片出來的時候已經出多久了 但是才剛出的時候就引起了大家熱烈的迴響 身邊基本上10個人有12個都在玩這個Passive 所以呢,我也入坑了這個Passive99 這個遊戲跟之前X的玩法其實有一點相似的 基本上就是你要抽寵物 然後把寵物變強 變強的時候再進到新的關卡 然後繼續收集錢 然後拿到錢之後再繼續收寵物 那我們今天呢,當然不是要教大家怎麼玩這個遊戲 因為這個遊戲大家應該都已經會玩了 這個就算不會玩我也不會教 這個遊戲就是乾就對了 好,那我今天主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在最近在交易市場的時候發現了一些情況 那我自己的話是我親自有上當受騙 所以這個拍這支影片希望大家如果之後有遇到跟我相近的狀況的話 能夠盡量避免 事情是這樣子 在我拍這支片的大概兩個多禮拜前 我在市場上賣一隻寵物 那我賣的價格當初 這個是寵物的價值大概是15M左右 那我掛在交易所交易嘛 那這時候有人就點我按要跟我交易 那我就同意交易之後 他就丟給我這一隻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一隻 HUGE PARTY DOG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用PARTY DOG 來稱呼這一隻寵物 好,那當時可以看到他現在的話 他下面有一個顯示是說 這隻寵物目前的價值是11.9M的鑽子 可是在他當初秀給我看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這隻PARTY DOG 他的價值有25.9M 那那些玩家跟我交易之後呢 我本來想說 我可以用15M的鑽子 換到25.9M的鑽子 看起來好像蠻划算的 那他本來也要同意交易了 但是突然他又說 他覺得這樣換太貴了 要我再加一點給他 那我當時傻傻的 總共不知道 我想說 對,就是跟人家交易 不要占人家便宜 我們盡量讓買賣雙方都可以賣 那我當時手上還有另外一隻寵物 當時他的那隻寵物的價值是8M 但是我購物的成本是9M 等於是已經有虧本的一隻寵物 還在猶豫要不要賣出去 我就把那一隻賠本的 當時實價是8M的寵物就丟上去了 那這樣等於說 我是用一隻15M跟一隻8M 總共加起來23M的寵物 去換到的這隻PARTY DOG 當時是25.9M 我想說 這樣我還是小賺一點 那所以說我們就 愉快地完成了那次交易 那在完成交易之後呢 下一步我就是要開始去看 市場上這一隻PARTY DOG 到底當時大家都賣多少 我好好去把這隻PARTY DOG 再脫手這樣 因為其實我是有想要買的寵物 結果一看 哇,我就吐了 當時市場上這隻PARTY DOG呢 它最多人在賣的就是20M 已經最低價就是賣到20M 當然有人賣22、24、25 甚至是賣到30M都有 但是呢最低價就是20M 而且20M很多 也就是說市場上 大家都急著要把寵物低價脫手 當時就想說 完蛋了 這個買到地雷了 那 我當時的第一個做法是 我也想要把寵物脫手 所以說我也在市場上賣 但是呢 根據我後來賣了一個下午 我賣的是20M 就是最低的價 我賣20M 我放了大概三個多小時吧 從最一開始 第一個小時25.9M 後來放到三個小時後 它已經價低到不到20M 等於 那時候好像是19M 還是18M就可以賣了 一直到現在 我們看到剛剛的這個 價值 目前的價值是 這個11.9M 可以說是血虧喔 有血本無歸 酷啊 你媽死了啊 後來我把這件事情 跟一些 就是一起玩呢 分享 那主要呢 就是他們有人的說法是說 覺得是出BUG 就是pacing裡面 我們知道 常常會有BUG 交易水會有受到寵物的狀況 那這個遊戲 單純是出BUG 以至於 大家 誤判了 也就是說 大家就是我啦 只是我啦 誤判了這個 這隻寵物的價值 所以才去用這麼高的價格 去買這一隻 那 只是說 對我來說 我覺得 其實應該不是那麼單純喔 我 我更願意相信 背後面是有一個龐大的金流 龐大的集團 在操作這個東西 不然的話 沒有辦法解釋說 為什麼這個 寵物的價格 如果說 你只是出BUG 起錯數字 應該第二個小時 馬上 這個調整修正之後 就會回到他當時的市價 那後來證明 當時的市價 大概就是10M左右 但是呢 實際上他 真正他回歸 他現在價值 價格確實有掉下來 但是他掉下來的方式 並不是直接下一個小時 馬上回修 而是 這個 隨著時間的波動 不斷不斷的再往下掉 掉回 目前現在的這個算是 還是比之前高一點啦 但是 對我在高點買的人來說 就是 血虧的一個 價位 我後來思考了一下 他們這個 整個運作的一個流程 他們背後的做法是這樣的 首先呢 這個集團 先用大量的成本 購入這一支 Party Dog 原本的成本價 也就是10M 他身上購買了 可能50隻 100隻 這個Party Dog 買完之後呢 他開始炒作這支 這支寵物 因為呢 這種寵物 像這個Party Dog 他本身市場上就是只有 蠻少的 就是5000隻左右的寵物 在市場上 那這些5000隻 流動性沒有到很高 並不是50個都在交易的 那當他短時間內大量的用 假設我們拿30M來講好了 他用自己的30M買自己的寵物 就同樣的寵物 然後不同的賬物 在這邊交易來交易去之後呢 他會瞬間把這支寵物 短期的成交價格 拉得很高 那平均過後 可能如果說市場上 沒有多少人在買的話 那整個成交價格 就會慢慢逼逼逼 逼近他交易的價格 可能是30M或是50M 那等到價格 到他設定要的地方之後 假設這個平均價格 被他顯示的時候 已經拉到30M的時候 這個時候 他再到處去 低價多數 所謂的低價是 比平均的30M還要再低的低價 那但是呢 以他的成本價 10M來說 他還是賺 然後等到市場上 大家都很驚訝 這支寵物怎麼被 醜到這麼高的時候 都不敢動了之後 慢慢的這個寵物 價格會再慢慢掉下來 甚至有些都是他自己 因為他低價賣之後 才掉下來的 那 藉此來完成這一波的這個套利 那我後來思考了一下 有什麼辦法可以 避免這樣的狀況 首先一個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你去看當下 就是後來我馬上我 買交易完成之後 馬上去看 發現大家都賣 只賣到20M的時候 就知道 這是一個假的 是一個詐騙 也不能算詐騙 但是這是一個坑是這樣 那 但是你在交易到一半的時候 有時候機會難得 你取消交易就會錯過 這一次的交易 人家就走了 所以有時候 並沒有辦法馬上 當下去確認這個狀況 那另外一個方法是這個 後來想到 其實應該當下就可以馬上做了 就是去查看網路上 都有這些寵物物錢的這個實價 我們看到這邊 這個網站上 它這個交易所的價 當初我去查 我買完之後呢 我再去查這個寵物的價格 就只有10M而已 所以這時候我會說 當初它的價格只有10M 那經過了這一波波折波動之後呢 現在目前來說 這隻X7都有它的價格 是有稍微往上漲一點 變成11.5M 但是 可以看到我剛剛在這個 開給大家看的 這個PARTY DOG 它其實 就基本上非常貼近我們 剛剛看到的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邊是 11.9M 跟這個網站上的這個 11.5M 這基本上是相去不遠的 當然如果長期你關注這支 PARTY DOG的話 你就會知道它這個價值 大概當初就是在10M左右 根本就不會有所謂的25.9M的 這個市場價值 但是如果說你平常沒有在關注 因為寵物非常多忙 不可能每次都知道 它大概值多少錢 所以說 有人給你提供了你一支 你從來沒有見過 或是你不了解它市場價值的話 趕快來這個網站上 在交易之前 趕快來這個網站上查一下 這是寵物的價值到底有多少 我之前從來都不會來查 因為我覺得 這個遊戲 大家不就是本的純真善良嗎 並沒有 應該不會有人騙人吧 不會有人詐騙吧 我怎麼可能會被詐騙集團騙到 所以我就很開心的 用25.9M 應該說當初 如恩要算玩家 是23M左右的一個價值 買了一支這個 這個價值大概只有10M的 這個PARTY DOG 好那這以上呢 就是我這一次被騙的這個全過程 那包括後面事後檢討的部分 我覺得我 有知道下次要如何避免這個狀況 當然說在教育的時候也會 格外小心 那之所以我想要看影片跟大家講 就是大家應該看到我旁邊這支 就是這個PARTY PANQUIN 同樣都是PARTY系列的 這支呢 這支呢 不瞞大家說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它的價值已經高到 我記得最高我看到好像是35M 還是36M 非常高的一個價值 那只是現在這個禮拜就調回來了 那這支的話 我不是被騙的 我就是在很低的價格 我在比這個18.8M還有低的價格 去購買它的 所以 這支就不會被騙 但是呢 我只是發現說 這樣的事情 還是不斷的一直在發生 還是有人在炒作 那至於這支PARTY DOG的話 我覺得我短時間 就會把它留在我身上 順便讓它提醒我 每當我在教育的時候 就會想到 欸 要注意 不要再犯下這隻狗一樣的說物 唉 說起來好難過喔 我玩了一個多年的PASSING 然後結果被騙一波 害我都想回去玩塔房的遊戲了 好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這個影片的內容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避免詐騙好不好 杜絕詐騙集團 從你我做起 呃 從你做起 我已經被騙了 呵呵呵 希望你們可以幫我贊在這邊 分享給身邊的詐騙 如果你有遇過類似這種情形 或是說其他在PASSING裡面 各種不同類型的詐騙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互相提醒大家 我是Dank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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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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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